接下来11月份有Windows 8的新手机 还有Android平台的5寸新机种 都要陆陆续续的开始出货了 宏达电整个第四季打的就是鸡骸战术 那么昨天是比较乐观的认为 11月的营收就渴望直跌回升 一款款新手机密集发表 无奈要等到11月才会上市 宏达电公布10月合并营收172.14亿元 比9月再度下滑18.55% 跟去年同期比起来更大幅衰退60.98% 下探今年营收次低不如市场预期 居外宏达电6号股价上涨6.5元 占回200元大关收在200.5元 但值得注意的是外资近5个交易日 大卖宏达电超过1.3万张 持股比重降到30.93% 面临跌破三成的关卡 所以新机的效用可能还要等到 今年年底甚至到明年初 才可以看得出来 法案指出宏达电10月营收疲弱 但11月在Design S5寸旗舰机 HTC J Butterfly 以及两款Windows Phone A手机陆续上市 新机扑获效应逐渐显现 预估11月营收将渴望反弹 占回200亿元关卡 宏达电财务长张嘉玲 日前在法售会上强调 为了延续产品生命周期 提高消费者对宏达电品牌的好感 第四季将砸下大笔行销费用 预估盈利率只剩1% 恐怕冲下上市以来新低 不过因为第四季 没有提列onlife的一次性亏损 反而认为单季美股纯益 大约1元多不至于亏损 东财新闻综合报导